一个人跳舞 两个人丢脸 杨子现在估计会后悔当初的决定版 我现在把让徐凯给大家跳舞 好 你团我 本以为撇清了自己 逃脱了跳舞 但徐凯的视频一出来 那杨子也是跑不掉了 不仅直冲热松 早期跳舞的视频 还全都被扒了出来 而且谁懂啊 徐凯这视频还是大半夜发的 四个平台 四个不同的版本 把这俩放一起 杨子都算跳得好了啦 网友拉屏 徐凯 这次早儿应该承认我比他搞笑了吧 该说句公道话哈 论搞笑 你俩是一直很搞笑的 尤其是这跳舞视频一出来 本来大家课的是贝德cp 好家伙 直接秒变搞笑cp 开局比幽默就算了 还有文献 都是两个大显眼吧 好家伙 这要是你这个 这样 你就这么演啊 我家家 然后我这样哭 哎 那个 走 尤其是在外滩大巴上的这段表白戏 明场面的背后全是吃瓜群众 刚开始这俩人还热情地跟别人打招呼的 说自己是仙眼帽 你们好 我是那个仙眼帽 仙眼帽 知道等红绿灯跟另一辆大巴并排靠的时候 那杨子和徐凯可恶是相当射死了 台下的观众一下跑到台上 面面相觑的感觉啊 勇气突然就被抽掉了 回忆起来 那就是大学射死寻常啊 离得很近 就两辆大巴 天然呢 两个都是观光的那个车顶 就面对面看着对方 我们刚开始 哈 然后三天车不走 我们就 啊 这样 以下从一人变成哀人的感觉 不过说起一人和哀人这一点 只能想到 杨子 徐凯都是哀人啊 都说哀人比较内向 这俩看着那是一点不像 但要说哀人分不同种 杨子说的还是对的 我是哀人 你是哀人 就可能哀人分不同的哀 对 但徐凯嘛 年纪大了就会变得沉稳 这理由 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以前是姨姨 现在有点哀了 怎么会发生这个变化 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 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随着那个年纪的增长 小孩哥本秀暴露V 在片场 杨子那主打的就是一个配合 学了几个魔术 找不到人来骗 就去找杨子试一试 但你别说 还真给杨子框住了 整个震惊的表情啊 只是吧 这种魔术 在杨子这儿 也就第一次会惊养 因为他会一直问徐凯怎么变的 而再看看评论 杨子 没有我回不掉的 别的女生 怎么变的 怎么变的 好神情 杨子 你光明正大的来呀 我看看怎么个事 光明正大的 光明正大的 他就一直问你 一定要你告诉他怎么变的 那么那些 他心里知道怎么变 他就看你变完 好厉害 咱就是说 杨子 这魔术可情 真不是白笑的 破坏大王 碰上魔术师 就没有他捣不乱的表演 魔术师让他拿牌 这姑娘直接拿废了 把他卡住就好了 好的 别动哦 小心哦 瞅瞅魔术师 真想刀人的表情 这姑娘是来砸场子的吧 但显而一见 不止这异常 上节目 看到别人变魔术 一脸好奇 眼睛都发光了 但轮到自己的时候 好嘛 入戏太深 说的不能拿动箱子 杨子直接就给抬起来了 这斜眼看魔术师 脸座的表情 我真的看一次笑一次 我数123 什么都不要想 忘记抬就可以好吗 123 为此杨子还特意诚心过 角色拿不住牌 是因为手太小 牌太大了 抬相思那一期 自己有点懵 没听清楚规则 甚至节目都录完了 才知道 把人家的魔术给变砸了 我当时都不知道 我把那魔术变坏了 我是看剪辑 我才知道 我变坏了 我就说当时的时候 那个匆匆忙忙 那魔术师瞪了我眼 说下一个 那个坏人 我还想说 是变完了吗 我也没懂那规则 结果我发现 小丑是我 我变坏了 咱就是说 不管原因如何 快乐是真的快乐 而且不公式变魔术 杨子去蘑菇屋 给人算命这一趴 简直是提供了 整齐的笑点 红桃是爱 黑桃是恨 方便是钱 梅花是照顾 这一眼就被 蓬蓬看穿的游戏 算到最后 直接把自己算垮了 点不上来词 听到的全是惊讶 杨子公 来来来 都很好 都很好 看我一眼 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我的命运烫嘴 有杨子这活宝在 不欢乐都不行吗 玩游戏有一趟 拍戏也是有一趟 拍戏联动到 修计这块 我是真没想到 就因为看到 唐僧被掐人中的滑雪 然后就用到了剧里 这事可能也就 许凯这个当事人 不太明白 这后拍摄钓鱼的戏份 说好的男主 想要撩女主 制造约会的机会 样子直接脑洞开打 想着有没有可能 钓上来的鱼 砸死一脸呢 如果做跳好玩 就是想要一个结尾 就从懒猪很浪漫之间 吊吊到一条大鱼 然后擦一整块 一趴直接到我脸上 要 确定吗 喜极效果拉麻 就跟之前 跟诚意拍戏时 想着让男主角 吐血吐自己一脸一样 听到导演都一脸镇静 会不会是听错了吧 咱就是说 这要真爱杨子的来 那这妥妥就是喜剧了 不过对戏嘛 气氛活跃一家一 正经起来 杨子还是很上心的 从剧本到实拍 一起探讨作品 一起对表演细节 提出提问等等 这一点和赛飞 对杨子是夸赞的 觉得杨子蛮有能力 去关注一个整的剧本 每一场戏我们对起来 比如哪里有不合适的 肯定会要有一些调整 跟导演一起 他们都非常的认真 也特别有这个能力 甚至剧组的演员 对杨子的评价 也是很好的 拍戏的时候认真 段戏的时候会活跃气氛 原本就很耐向的弟弟 在跟杨子对戏的时候 反而会更轻松 因为有姐姐可以截自己的岗 完全不用担心回冷场 感觉很放松 就很亲切嘛 就觉得 就是真的把它当作姐姐 而这也正是杨子的魅力所在了 天场开心果 活跃气氛 对待工作呢 又会认真 之前书画的北京墙 在这部剧里直接改了上海话的腔调 当然上海话也学了一些 这不 这就给子民表白了 只是这成欢节一结束 杨子的下一部剧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反正只知道 现在的杨子很忙很忙 2024年要被工作排满了 只能期待下一部作品的到来了 那你不是有提上那种 还没 还没定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都做不完 所以我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